好 我知道情人節快到 那我們來做個玫瑰 做個玫瑰花 好 那 首先呢 我們先來 因為這之前有做過一些截圖 所以我們帶來做 好 帶來做 好 來 第一個呢 我們點選 線段區段裡面的放射網格工具 好 點進來 然後在 畫面上呢 點一下 好 點一下這邊要設定 那我們設定的是一個圓形 好 現在是30 30 然後 這個同心圓的分隔線5 這個不要 這個0 好 然後按下確定 好 就會獲得一個 同心圓 然後獲得一個同心圓 好 那這個同心圓呢 我們在下面再來就是 對它按右鍵 解散群組 好 解散群組之後呢 我們再點選 物件 裡面的路徑 好 增加錨點 點一下 好 讓它增下錨點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要來幫它填上漸層 好 那填漸層的話呢 就是 我們所設定的漸層是 放射狀 好 漸層我們要選的是 放射狀 我們選的是選 放射狀 好 然後 有 淺的 粉紅色 然後再稍微紅一點 然後再按紅 好 用這個方式 堆疊進來 好 這是我們所設定的狀況 好 像長這樣 好 長這樣 好 那這個 漸層就是 每一圈每一圈就是 你可以先做一個啦 先做一個做好 好 先做一個中間那個做好 這個漸層填好之後 把後面的選起來 然後點滴管工具去吸 中間那一個 好 這樣就好了 因為 你不可能每一個 沒辦法調啊 就直接 全部 選起來去吸 你做好其中一個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用滴管工具去吸就可以 好 那這個做好之後呢 你可以配其他色彩 好 可以配其他色彩 像是 紫色啊 黃色 都把它做好 好 那第一個 先圈起來好 第一個 好 拷貝一個 Alt鍵按著 拉一個出來 好 再拉一個出來 好 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用 效果 扭曲於變形隨意筆畫 好 效果 扭曲於變形 隨意筆畫 好 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呢 勾預示 好 這邊你拉一下吧 不要太多 十五十五好了 好 基本上就會有這個畫效果 確定 好 就會長這樣 好 那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是 出操效果 好 效果 右區域變形 出操效果 好 勾預示看一下 好 就是 可以拉長一點 來變方式的狀 炸開這樣 好 細入這個條 調多一點 就整個炸開 好 調回來 一樣就是花朵 好 確定 好 那 那 在最後面這一個 鋸齒狀喔 來試一下鋸齒狀 捲起來 扭曲於變形 鋸齒狀 夠意思 好 就是像這樣的效果 也是花朵啦 好 你可以拉開 好 變炸開 好 按下確定 好 可以得到這樣的花朵效果 那 基本上我要的是玫瑰啦 但是其他的都可以試試看 好 最終做完要像這感覺 好 做完放在卡片 讓你 卡片的形化之後呢 你可以配合 一些文字的變化 書寫體的字體 然後加上去 然後把花朵放進來 那這樣就很有感覺了 好 那所以就去試一下吧 好 來 以上 試試看